南韩的军方在30号证实 侦测到了北韩发射树莓的巡异飞弹 而这也是北韩今年 继本月24号跟28号试射行动之后 第三度的发射飞弹 南韩表示将跟美国密切的合作 而且要进视北韩的一举一动 一据南韩军方消息 北韩在30号早上进行了今年的第三次巡异飞弹试射 而且距离上一次只隔了短短两天 北韩在24号前向西部的黄海海域 发射多枚可以搭载战术核弹头的 火箭矢331新型战略军域飞弹 接着28号这次试射这款飞弹 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知道 这次视察的新浦发射基地 也是北韩研发核潜舰的重要据点 北韩去年9月曾公开第一艘战术核潜舰 金军域英雄号 但目前并不清楚28号的潜射飞弹 是不是从金军域英雄号上发射 说到的英雄 金正恩日前鼓励女性多多声誉 可以获得努力英雄的称号 金正恩上任之后 许多核心男性成员及高官 包括他的姑父 也是当时北韩第二号人物张成泽 都传出被金正恩以炮绝和权绝出四 现在身边的亲信几乎都是女性 不只有外交部长崔善基 包妹金宇正和女儿金珠爱 去年陪他出访俄罗斯的玄松月 也是他身边常见的身影 可以看出女性在他心中的地位 非同小可 记者综合报道 美军驻约旦基地 在28号遭到无人机攻击 导致三位的美军不幸阵亡 而这也是加萨开战以来 第一次能有美军丧命 美国官员认为 当天敌方无人机 尾随了一架美国无人机接近基地 而且骗过了防空系统 才突然突破防线攻击得手 这一次其实只有一架攻击的无人机 就造成了22号塔基地 三个人死亡 超过40人都受伤 因此引发美军高度的重视 美方表示说 敌方无人机 在美国无人机接近尾随再后的时候 目前还不清楚 是不是犹豫尾随 还是刚好纯属巧合 大陆驻美国大使馆指出 近期有多位的大陆的留学生 在美国华盛顿 就是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 被海关带到了小黑屋来询问 而且在询问盘长时间 居然长达了8个小时 最后直接遣返回国 驻美师馆已经向美国提出 严正的交涉 一年来大陆申请美签的人数只增不减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更因为申请签证面团人数过多 以再延后面团的时间 甚至得等上半年 不过这几个月 每个月至少有数十名大陆留学生 被美国海关以有间谍嫌疑等原因 拒绝入境并遭遣返回大陆 部分学生的签证被注销 而且被告知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美国对大陆在各领域的围堵日益严密 公司部门对大陆留学生的警戒心也越来越高 佛罗里达州甚至通过SB846法案 禁止大陆研究生进入佛州12所公立大学的实验室 对此大陆外交部已经提出抗议 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选择性 歧视性 政治性执法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美国秩序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 却错误制定并颁布实施 第10043号行政令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将学术研究政治化武器化 2023上半年 大陆留学生获得美国F1签证 共有4万多份 同比增长44%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访问北京时 表示欢迎大陆学生赴美留学 不过入境时受到盘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许多父母因此考虑将孩子给送往英国或是澳洲 等其他英语系国家 中美大使馆则是提醒计划赴美留学的人 入境时提高安全意识 记者综合报道 曾经访问台湾的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 29号接受CNN专访时表示说 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团体 跟俄罗斯有关引发舆论的华人 也使得她在去年10月份在家门口 遭到了声援巴勒斯坦团体 抗议的影片 再度在网络流传 佩洛西当时居然在影片中 告诉这些抗议的人士 滚回你们的中国总部 把支持加萨抗议跟中国做了连结 也让抗议团体是更加的不满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特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